在昨晚播出的《亲爱的客栈》中,杨子接替易杨千玺成为客栈的新任见习员工,来帮助客栈整体的运营,可结果杨子的表现不仅不如易杨千玺,而且还被许多网友吐槽,直言他根本就是邱莹莹本营了。 在杨子刚来节目的时候,工作人员就问他对这次来当义工,有没有最想实现的事情,杨子回答想在这儿躺四天,得知老板是王科后,就亲切地喊是姐夫啊。 那很好说话,要是姐夫让我干点什么活的话,那就让涛姐私下跟姐夫说一下。 作为见习员工的杨子,看上去不像在开玩笑因为他到了客栈之后,仍然对王科等人说,自己本来是想过来嗷嗷造型,舒舒服服地过这四天的。 陈祥则对王科说,你看他这个穿衣打扮,根本不像是过来帮忙的,反而是过来度假,是当客人的,简直是一语重的。 而杨子不仅是这么想的,同样也是这么做的,刚过来的他也是一点不客气,看到探亲子帮他再扑被子,他一进门就喊,师姐,你这是在帮我换床单吗? 探亲子回答是的,接着杨子一句谢谢王世儿了,丝毫没有想要搭把手的想法。 要知道看亲子今天上午还累到起不了床呢?所以到底谁是来帮忙的?难道真的如同王科所说一样,是过来费他们的劳动力? 而事实证明,是的,因为某位客人准备跟自己的女朋友求婚,于是需要置办求婚物品,其中有一项是需要鲜花。 于是杨子大包大懒,对刘涛肯定地说,这件事而我来,I am okay,毕竟这点小事还是难不倒他的。 然而,杨子是怎么做的呢? 插花插到一半的时候,听到外面的纪凌晨唱歌太难听,于是丢下花,跟刘涛说自己出去制止一下。 可到了外面之后,就嗨起来了,跟他们比赛谁声音大,整得开演唱会似的,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有插花这一茶。 最后,还是王科进来看到满地的花后,才把他喊回来继续制作。 回来的杨子似乎是心不在焉,后来直接拿一堆辣椒胡萝卜放在里面,跑过去问刘涛这行吗? 刘涛也是苦笑,只是稍微不用力地点评道这别人可能不太会喜欢,杨子还不服气。 又打算跑出去问别人,陈祥看到了之后,直言真的很丑。 这时,在杨子一筹莫展的时候,还是刘涛给出了思路,让他去后面捡一点格桑花回来。 而杨子出去之后,想也没想,就把门口花坛的花给捡下来了,生动表现了什么叫做投机取巧。 捡完花回来的杨子随便摆弄了一下,就对刘涛说我觉得就跟那男的说,就凑合点吧。 末了,还说自己觉得心意最重要,我觉得那女的能知道咱的心意。 划重点,凑合,那女的,大家品一下杨子的这几句话。 而且杨子的思路很奇怪,陈祥说她的插花做得不好,她就对陈祥洗脑说, 我跟你说,这有些事,她不在你能力范围之内,就天生不是这块料。 可问题是,杨子努力了吗?如果努力过,会拿辣椒和胡萝卜来插花吗?如果努力过,会说出凑合过这样的话吗? 说起来,这件事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。 之前说要插花的时候,陈祥提议十一朵,杨子非常不认同地说,我要是她。 我觉得这个男的给十一朵,我应该没那么快答应,还说自己要999朵。 所以,极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简单道理,杨子应该是懂得吧? 假如换成她,男方给她这种凑合的花来求婚,难道她能答应? 以前不止一次见杨子说自己最讨厌的角色就是欢乐颂礼的小蚯蚓, 因为邱蚓蚓欲是杂杂呼呼,拎不清环不听人劝,不仅傻还蠢得无可救药。 请问,在亲爱的客栈中,杨子算不算是这样拎不清环不听人劝的人呢? 在我看来,简直是一毛一样。